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求日本下跪道歉 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因为这个根本对韩国来讲 或是整个东亚来讲 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如果你要讲到了苦大仇争 你要讲到了历史 而因为日韩之间 它纠葛到无法切割 这也是过去 文在寅在操作最成功的一块 但没有想到 李锡悦现在讲说 现在我们要把历史仇恨给放下来了 现在他还主动地表达善意 也就是在进出口里面有个白名单 白名单就是 如果日本列入白名单里面的话 你很多的检验 很多的通关 我都可以检疫处理 没有想到 日本都还没有开放白名单 韩国就已经开放了 它的善意已经做得十足十 为什么它现在要对 日本的善意做到十足十呢 因为这是它对美国的投名状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游异空间 这个世界就是中国跟美国 两强对立 两极对立的一个事件 你不可能 韩国不可能在刀切豆腐两面光 你不可能在中间游移 本来我们看到了 以西越上台之后 他还想两面逃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逃的空间 现在日本除了它的汽车 它的汽车以欧美市场为主 还能够保持成长之外 它的半导体 它的低润 它很多的产品全部的下滑 甚至它本来是世界第一的造成 也受到中国极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它现在只剩一条路 只剩下要跟美国结合 好 那现在他去美国拜访 他现在听说每天晚上两点才睡觉 他每天晚上都在背他的演讲稿 他要对美国展现他最大的一个善意 最大的一个诚意 他能成功吗 如果他今天成功地进到了美国日本的联队 他真的得到了美国的一个支持 这样的状况对台湾会有冲击 会有影响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外宾对台湾首领的 财经专家黄盛搜索 你好 好 谢谢每一条电视报总长吴志佳 好 第三位是十月朋友李正浩 好 第三位是自身媒体雅慧珍 好 第二位是自身媒体雅慧珍 好 第二位是自身媒体雅慧珍 大家好 我们看到尹锡悦现在在美国访问 感觉上他吃了衬托铁了心 你竟然清楚了 他上台之前还有点摇摇摆摆 他上台的时间还有点想要讨好中国 你说他现在已经完全不在乎中国了 他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地倒向美日同盟了 没错 这次尹锡悦到美国访问 我形容叫做千三我独行 千三我独行 他就是要独自走入日本跟美国的同盟里面 为什么 因为目前有百分之六十的韩国人 其实是不太赞成尹锡悦的说法 为什么 尹锡悦他要去美国访问 他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专访的时候 他说哪百年前的事情要求日本下跪道歉 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日韩关系的正常化是迫在媒体的议题 他要化解日韩的百年恩怨 对 为什么 这件事情百分之六十的韩国人其实是不同意 他都自己讲 尽管百分之六十的韩国人不赞成我的提议 但是我会坚决的投入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尹锡悦他到底是有 多么急迫的迫切感 因为他知道 我如果再不投入美日同盟的话 我韩国的产业在未来不出五年的时间 可能会被中国吃干抹净的一个状况 好 那刚刚讲的 中国现在还在讲苦大仇深 中国到现在还在讲 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 连马云就跑到了中国去 还去看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 但是刚刚讲到 现在已经不能再纠结在历史恩怨里面 韩国现在已经非常清楚 我要化解跟日本的仇恨 我要导向了美国队 这个是他对美国的一个投名状 你说他不做这样子 韩国会完蛋了 为什么韩国会完蛋 很简单 因为韩国的产业目前为止 真正跟他PK的都是中国产业 而且是你养大了中国的技术跟人才之后 他来倒打你一把 我们简单的说面板产业 目前面板产业是中韩两个国家之间对决 韩国来说当然是三星LG 中国就是京东方跟华信光 现在两个国家互相PK非常明显 再来就是电池 电池来说目前为止 市占率第一是中国 第二就是韩国两个国家互相PK 在电动车的产业里面来说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 韩国是世界第三 也是两个国家直接在PK 再来造船公司 造船 造船过去韩国世界第一 韩国不是世界第一吗 不知道在哪里去 可是问题是以今年第一月份的数字 中国是世界第一韩国是世界第二 他把你打下去了 再来就以低润产业来讲话 韩国毫无疑是世界第一 但是问题是 中国现在崛起的速度非常快 直逼你的速度 甚至中国还有一个武当山 长江存储的计划 他用中国本身的设备 他还要求说 中国公司你要给我买 中国设备生产的低润 就说你韩国怎么办 所以他说 韩国现在知道 我如果再靠着中国的话 我搞不好 真的 中国绝对不会允许你的产业壮大 他绝对是以他自己 国家的产业发展为优先的时候 你会面临到非常强大的挤压的力道 所以说韩国过去十年 我为了要中国的市场 我对中国进了大量的投资 我给你很多的技术 没有想到 我在造船 我在电动车 我在电池 我在这个什么半导体 把中国养大之后反噬过来了 所以他现在才要那么急的 要跟日本改善关系 把我说白名单 我给你恢复之前 这个在安倍跟这个文在寅 吵得非常凶 我给你恢复白名单这件事 好OK 我们现在恢复这样的状况 你没有恢复没关系 我先恢复 所以你知道 我先表达善意 他释出了非常大的善意 再来就是说 他要忍怒中国 他拿什么议题出来讲 大家知不知道 他拿台湾议题出来讲嘛 他说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 所以你说中国会很生气 当然很生气 这个看在美日同梦里面 当然说你pass了 因为你讲出了非常关键的字 这是你的同名状 对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尹锡悦这次为了要到美国访问之后 他做足了功课 为什么 因为他这次准备到白宫演讲 然后他还会到 美国的这个参众两月 联席会议上面演讲 他会到哈佛去演讲 所以这次有非常多演讲的过程 宝静悦听说怎样 他这几天的时间里 晚上都在逛K 他的稿子 他把务必要把他每一个字句 每一个语言 都要弄得非常非常精准 而且要讲得非常好 因为他说这一次是什么 这次叫做深入美国的心脏 因为他要去美国之行 他要抓住美国的白宫 抓住美国的两会 抓住美国的 包括他们的学界跟这些政界 他务必要求说 这一次我就是要直接打入 美日同盟的核心里面 所以我跟白宫的记者会 我跟这个参众的联系会议 我跟这个所谓的 哈佛学校的这些学校的谈话 每个对他来讲 都至关重要 对孙中超事实上 对他来讲的话 当然非常重要 而且你知道 因为他去了之后 你知道美国当然第一个时间 就马上就对你赐出善意 包括这几天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Netflix的 你看他到了之后 美国Netflix的老板 马上就见了影席 因为那Netflix就说 我们未来要加强在韩国的投资 我们准备要投资 25亿美金左右的 投资韩国的电视产业 投资韩国的这个所谓的影音产业 所以他马上就投资 差不多750亿台币 但Netflix过去从来没有这样过 他没有直接的跟你说 我要投资25亿 所以这显然是什么 美国也安排了一个 这个礼物送给你 就是由Netflix来 那这一次其实 影席也不只他去 他带了约莫100个 这个韩国政商界所有的高层 这是所有的 包括说三星电子的 这个李在荣 SK的这个崔泰远 现代汽车的这个 郑义轩 还有LG的这个聚光魔 乐天的这个新东兵 全部 这个韩国所有的100个 所有的最重要的产业 全部都过去了 他们这次就是 务必要在这次会议里面 完全把韩国的产业 跟美国产业 完全对接起来的一个 昨天董事长就特别提到 如果当你南韩 倒向了美国的时候 中国一定会出手 那中国怎么出手 中国会叫北韩 他的小小弟跟你试射飞弹 结果今天 美国白宫就讲了 美国白宫要跟南韩 设定什么 如果胆敢 北韩动用核子武器 北韩胆敢用飞弹的话 美国有对应策略 美国也想到了 这一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听说美国跟韩国 会签立一个新的 有人说是核武共享协议 或者说 如果你这个北韩 敢用核武攻击南韩 美国也会马上攻击北韩 所以他们这一次 会给南韩 十分足够的安全保证 所以说在台湾 还有人讲 台湾可以刀切都不两面光 台湾可以 我可以跟中国友好 我可以跟美国友好 很清楚 如果你今天看到 如果连南韩这样的国家 你都办不到的话 那台湾能办到吗 我觉得难度是相当大 我怎么这样讲 我们今天很简单的例子 你看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你看以今年三四月的这个状况 韩国的三星 他因为中国的比重太高 他今年的获利下滑 叫去年下滑了96% 96 反过来 因为这个韩国 包括说现代汽车 或者说他们的KIA汽车 他们是以欧美市场为主 他们现在获利反而提升起来 而且我们之前讲过 其实南韩对他来讲 他很多先进的产品 包括你很多先进的软体 你很先进化学 你很确定技术 技术 你是要靠美国 你要靠日本 如果说你在这个成品上面 你受到中国极大的 这个所谓的压力 你上游的产业 美日又把你封锁 那不就挂了吗 这就是 我就讲 你要选两边的时候 难处在哪里 中国当然有非常大量的市场 可是技术在美国这一边 你要选两边的时候 两边不让你 不让你两边站 你要选一边 那对韩国来讲 他选哪一边 他当然会选技术这一边 因为没有技术的话 他什么都没有 他什么都没有 这其实也是类似 台湾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才说 韩国的状况 可以给台湾 类似一个相当大的 一个借敬的一个状况 所以刚刚讲到的 过去从普警会开始 一直到了文在宜 这个几年来 日韩国导向中国 韩国跟中国交好 没有想到 现在对变成南韩的魔咒了 对 没错 甚至最近一段时间 韩国媒体也非常多 在这个报导 包括说报导说 台湾的次数是 过去段时间 台湾 韩国跟美国签FTA的时候 其实当时韩国曾经认为说 我们经济会好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 没有好 你看为什么 为什么隐形员会那么紧张 因为现在韩国掀起一股 叫做裁员草 裁员草 这裁员草来说的话 你看 包括说半导体公司 半导体公司来说 这个韩国的驱动IC的 这个大厂 Megna Chip 因为大财源 为什么会大财源 因为中国的驱动IC 已经崛起了 包括说像三星 三星他现在已经要缩减人力 甚至他不要再增加投资 他要大幅的衰减 他的资本支出 他也可能会裁员 甚至韩国很多都出现 所谓的员工就自己 你就优退 甚至连Google也是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实际对韩国来讲 他现在整个产业 面临到开始要大裁员的时候 他当然感受到各种的压力 所以对隐形员来讲的话 似乎走向美日同盟 是他不得不为的一件事情 而且刚才讲到 他现在很多人40岁 就已经要被迫退休了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就讲 这次不是有很多大厂 很多大老板去了吗 现在这样 现代汽车已经说了 他准备要支出 约莫是182亿美金的时候 要提高他的产能 成为世界第三大的电动车 那很简单 他现在就准备要到美国去投资 包括说像通用三星 三星SDI 要投资美国的这个 包括说车用电池 包括说现代汽车 也要去美国设立这个车用电池 所以显见得到是 因为美日同盟 你要加入之后 你当然未来会加快 这美国的投资方案 董事长 看到了尹徐越这样的一个反应 这样的一个动作 难道真的在 中美大对抗的 这样的架构之下 你没有中立的空间吗 你没有等于说 两边讨好的空间吗 你不可能说 我跟中国交好 又跟美国交好吗 尹徐越想的不是这个问题 不是这个 尹徐越想的是他的南韩的国家发展策略 他南韩国家发展策略 他现在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他现在还有机会 因为日本本身已经变成了 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邦 对不对 对 日本变成总会员国 日本这个国家多强啊 他可能他的力量 可能超过德国 超过法国 甚至超过英国 有这么厉害吗 当然当然厉害 他有航母啊 你有没有看到吗 他有七级毫米 他有夹克号 对啊 他的七级毫米 已经现在改成的B三速 他三速A轰到 B三速B可以上去了 但是他现在的实质均力 已经是亚洲国家成第一强 对不对 那这个南韩一看这个机会 那南韩怎么玩 南韩还要在摇摆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在整个大布局当中 他出局了嘛 他干这种事情干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是两个重要的议题 一个叫做经济议题 民生议题对不对 一个叫安全议题 那南韩有可能在安全议题上面缺席吗 不可能 不可能 他不愿意 所以他现在跟他讲说 我现在跟日本人跟你讲 我们两个就要比朋友 一百年前的事情暂时忘记 有一个新的敌人嘛 对 隔壁那个北韩啊 北朝鲜啊 北朝鲜后面有个中国啊 对 这个怎么办 我先解决这个问题啊 所以他把敌人变中国了 中国跟北朝鲜的问题 是他主要要对抗的目标 对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只是一个 长年没有解决的一个 北韩朝鲜半岛问题 对不对 其实不是 不然哦 他还扩张问题啊 他的军火可以外销耶 他现在已经实际上提供了多少的军火 到乌克兰战场 卖很多了 他卖了很多 透过谁卖的 透过波兰进去的嘛 波兰所有的他的炮 他自走炮车 他的装甲车 他的轻型的飞机 通通进去了 他现在他现在北南朝南韩 现在已经填补了波兰去支援 乌克兰所形成的那个战略 武器的中空 他现在填补上去了嘛 而且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像南韩那么快的 高效率的提供炮弹 对 一个礼拜就给他了 对吧 你看看那个 所以波兰给乌克兰的炮弹 南韩湾补足了 都充当补足了 你看那个时间上 可是在这种事日本人不能干 对不对 那他马上去干 所以他后面有一个军火销售的目的嘛 然后他马上填补这个中空 而且欧洲国家全部都刻板 欧洲国家没有空间了嘛 美国现在生产量不足嘛 现在能够补这个产量是谁 只在韩国了 就韩国 南韩一个国家嘛 好 我现在讲一个概念你知道吗 我卖电脑 卖什么iPhone 卖汽车是一个概念 叫做经济产品 对不对 或是消费性产品 卖武器不是喔 卖武器叫什么你知道吗 叫什么 卖武器叫军售 卖武器军事设装备的销售 在我当我卖武器给你这个国家的时候 我跟你产生一个叫做长期的一个国防关系的时候 我们变成一个战略同盟关系 同盟关系 然后这个长期的关系建构其他之下 那这个位阶会高于其他的位阶 所以你不是做生意的问题了 是安全同盟了 其他的生意 你叫安全跟我挂钩以后 你的经济一定要跟我挂钩 强迫性的 像我们现在跟美国 就像台湾跟美国 对 台湾那不要提 所以他可以叫我们说 你现在台积电到美国来嘛 那他现在一样的概念 他如果在欧洲 打入欧洲军火市场 跟美国合作进入欧洲军火市场 他就话语权了 话语权以后 还有很多经济的扩张的力量通通出现 他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呢 所以说他以前只是美国的旗帜 只是中国的一个旗帜 他现在变成可以下棋了 他现在不是 他起手啊 什么旗帜 大家很强啊 他在经过这个阶段以后 他现在只有这个机会 当日本完成了所谓的 这个和平宪法以后 他没了 他就没细唱啊 大家都知道找日本 日本比较强嘛 他现在他的东西又便宜又好 然后生产速度又快 产能又大 你以为三星不能够去做炮弹啊 他一月之间就改掉了 三星可以做坦克 他就改了嘛 他就开始做坦克 坦克就去 坦克一部车卖的钱多 还是iPhone卖的钱多啊 他卖坦克 坦克我刚刚讲了 还有后续的 因为你是国防合作关系 所以有很多其他的优先权 会在韩国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利益 这个是过去他没有的东西 你现在做了这么大的一个转弯 跟他的内部压力 当然也非常有关系 我看到一个数字吓一跳 他现在的房地产居然跌到什么程度 他现在等个首尔的房地产 跌了23% 还有他有些地方 本来一瓶50万的 现在跌到只剩下25万 对 韩国这房地产的崩跌状况 真的是非常不寻常 你也知道 连准会开始暴力生死 是全世界都同样的一个状况 全世界的房价都下滑 但是韩国 尤其是首尔 竟然在短短的一年之内 房价跌了23% 本来每一瓶要52万新台币的 现在跌到不到30万 只剩下25、6万 真的是太不寻常了 那到底是会发生这样什么样的问题呢 他们的这个首尔的利率 现在是从5.5% 飙到了8%之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难怪你拥有房地产 你就受不了了 完全受不了 更不寻常的一件事情是 现在竟然会房东浪杠 你说房客浪杠就算了 怎么会有房东跑掉了 房东跑掉了 房东跑掉了 那你本来讲说 很多有钱人不是趁这个时候 应该秤低大笔的 再开始扫房吗 扫楼吗 并没有 你知道原来是这样 过去他们有一个 叫全租屋的一个文化 什么叫全租屋呢 你现在有一个房子 是1000万元 然后你是房客 如果你想要来租这个房子 我这个房东 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啦 有另外一个方法是这样子的 你一次给我500万 或者是给我600万 给一半的价格 一半的价格 就我总房子 一半的价格 我可以免费让你住两年 这两年时间 你也不用再付任何房租了 但是你押金要一次先给我 那你可能你身上 没有五六百万的存在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 银行 银行有推出一种低利息的 银行可以带动贷款 可以给房客的贷款 所以他就会演变成个什么样的现象 你是房客 对不对 你算一算 你发现 原来我每个月只要付给银行利息 大概美金八十元 两千多块台币 你就可以住首尔的三房一厅 然后呢拿出 一次拿出五六百万给你的房东 然后你其他钱都不用付了 然后房东一次拿到这个钱 他有什么好处呢 他就可以拿A房客的钱 再去买第二套房 再去买房子 再去买第二套房子之后 然后那个第二套房的房客 又一次给我一半的价格 我又拿到这个钱之后 我又可以拿去买第三套房 所以他就形成一个 以房养房的文化 然后韩国的房价就从2017年到2021年 短短三四四五年的时间 竟然首尔就飙了87% 这全部就是跟他这种 所谓的全租房的文化有关系 这就是文在寅提出来的 就文在寅说他要打压房价 反而房价飙涨 完全飙涨 而且更夸张的一件事情 是就会变成 有那个房东 他就会用乙房养房 乙房养房养房 然后本来在欣欣向荣 房价都很好的时候 房客也用便宜的房子租到钱 然后呢房东呢 可以有能力杠杆 玩得更高 买了更多房子 但是当你经济出现反转 也就是利息开始飙升的时候 所有的海水退了 就知道谁没穿裤子了 杠杆全部破掉了 杠杆全部破掉了 所以当租期到去年 或者是那个今年初到期的时候 竟然找不到房东了 因为房东就赶快捐款潜逃了 他付不起贷款了 完全付不起贷款 而且不仅付不起贷款 你房租到期了 对不对 我这是房东 我要全额退给你那个钱 所以你当初给我的五百万六百万 我要全额退给你 他也没钱还了 他现在完全没有钱还了 所以下面就发现一个非常夸张的利走 竟然有一个精性的房产王 你知道他这五六年来 他手上总共买了多少房吗 多少 他竟然买了一千一百三十九户房子 一千多户 他从那个房客 你刚刚问我说我想一百户不得了吧 一千多户 你知道他总共捞到的房租有多少吗 竟然高达四十兆 四十兆的一个金额 所以太夸张 不知道你怎么搞 怎么会搞到这样子的一个金额 真的是太夸张了 后来呢 结果这个人间 后来就 开始要查到这个房客就说 我找不到我房东 我找不到我房东 出来二三十个人都找不到房东 后来发现二三十个人房东 竟然是同一个人 他转不过来了 转不过来了 后来竟然发现这个人死掉了 死在 死了 死了 死在一个套房里面 就完全 这整件事情就断头了 所以就还 那房子怎么办 就没办法 田怎么办 所以现在这个人身上还有 还有这个大概好几 大家还在一千多户房子 现在变成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是 他的继承人除非抛弃继承 然后那个他那个房客 可以去向法院 就是申请做拍卖他的房子 不然的话 现在这个房客也变成 我五六百万 拿不回来 拿不回来了 所以他就变成是一个 感觉上是根本是一个诈骗案 但整个房 整个所有的问题 都发生在 因为房地产已经崩盘了 好 刚才讲 乙希越现在已经倒向了美日联盟 而且巴菲特去投资日本的时候 他讲 未来二三十年 美国跟日本 一定会比现在更加的一个强大 但日本有个隐忧 日本另一个是什么 老年化非常严重 之前慧珍去日本就说 日本怎么接上 要不然就没人 要不然就是老人 现在更可怕的是 你长起跑社会 我前面看一个新闻 把我笑死了 他说 我们台湾不是有那个 十八岁的去扫射吗 他说 日本的黑帮是几岁 日本的黑帮是一个 七十几岁的老头子 带着刀去街上 跟人家火拼 都也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 这样的一个 我们十八岁 人家七十岁去火拼 成为一个 曾经是全亚洲最大黑帮的 最大组织三口组 他最大的时候 全部加起来有八万多人 日本大概那时候 有十八万的黑帮 那么单单三口组 就有八万多人 结果在日本的神父的街头 发生了一件 这个所谓的枪杀命案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两名的 三口组的这个成员 被另外一位 那么这位三口组的 这个等于说枪手 那么杀手给枪杀了 但问题是警方 后来抓到他的时候 发现这个杀人的枪手 这个三口组的枪手 是六十八岁的枪手 六十八岁的枪手 我们十八岁开枪 他六十八岁也当枪手 六十八岁的枪手 所以当警方抓到的时候 非常的讶异 因为通常会觉得说 这不是电影里面 都有那种抽生死签 应该是年轻人去干的嘛 怎么六十八岁来呢 事实上这也不是 等于日本警方 对这个三口组 非常的讶异 为什么呢 在这个差不多的时候 也有发生一件 也是在日本的街头 那么有一个四十岁的 他都是三口组内讧 所以四十岁的三口组 也是在街头 被人家开枪 枪击 那么后来警方 对不对 有抓到这个 开枪杀人的这个凶手 他是日本的三舰组的组长 叫做中田浩斯 你知道他拿开枪 当街枪杀人对不对 你知道警方是怎么逮到他 怎么逮到他 因为他没有跑掉 为什么没跑掉呢 因为去搭车 那为搭车为什么没跑掉呢 因为他搭公车 那为什么他搭公车 那你会问说 他是不是故步一阵搭公车 不是 怎么可能发生这个事 各位 还有更秀下线的 为什么 想想其实也觉得蛮可怜的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真的到日本去 那么跟这个三口组啊 那个那些帮会 对不对 在日本是采访过 以前那个 以前那个 等于说他们真的是 那个排场吓死人 我们台湾的黑道 就是到日本去了以后 像最有名的黑道仲裁者 VANGO 他们就是因为 接受过三口组的招待 所以从机场开始 哇 那个石头车来几十辆 然后小弟排了两排 然后只要大哥对不对 做个样子要抽烟 马上烟就来 马上就点火 旁边的人 所有那一套 全部台湾混黑道 全部跟日本学的 台湾黑道的阵兆 是跟日本学的 没有错 结果呢 还有包括台湾黑道 大哥 阿尼基出去的时候 前面要有两个死 旁边要有一个断后 全部这些都跟日本黑道熟的 结果呢 告诉各位 日本三口组 发生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一个大灾难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警示厅 接到这个相关的报案电话以后 赶到 那么 明古屋的一个超商 发生什么事 日本三口组的组长 带了两个成员去偷东西 你知道吗 偷东西 三口组组长去超商 偷东西 重点来了 偷什么 偷了 米 哈密瓜 西瓜 这些吃的总共食物 偷了198样 台币得合2万块 三口组不是全世界最有钱的组织吗 他们以前一年赚800亿美金呢 因为55岁的这个组长 这不是我们在乱编新闻的瞎掰他们 不是 55岁的组长又饿坏了 所以呢 他带了两个50几岁的小弟 到超商去 不然你也偷一点东西就好 你说小弟几岁 50几岁 两个都50几岁 所以呢 三个50几岁在超商里面偷 因为他们要不然你也偷偷偷 偷一个东西夹带就算了 人家正硬之眼 逼正硬之眼就算了 他们可能二婚了 所以带了太多的食物 等一下 后来还上新闻 他们还去摩底 他们怎么去超商 偷了198种东西 太多了 所以人家不报案不行 来了以后一场 三口组的组长怎么 来这个人要淪落 对啊 偷东西 偷米 虽然每次很可怜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啊 你知道吗 日本的政府跟警方啊 那么暴力团对策法 他们修理这些黑道 修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你知道日本的排黑条款 凶到什么样的程度 不可思议的程度 你知道吗 我没有 我不是只有针对这个三口组 下水而已 下所为意 我连被害人都一起警告 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不是常常有那个艺人 在黑道 比如青森 像我个人去参加过 这个四海帮的帮主60大寿 然后竹联邦的什么春久尾牙 对不对 我跟你讲喔 在日本是违法的喔 你艺人不能去喔 艺人去喔 公告你艺人的姓名啊 你知道吗 日本的艺人 有因为这样子 所以被迫退出演艺圈 对 除此之外呢 那包括 日本的黑道 来 要你付那个保护费 要卖那个所谓兄弟茶 兄弟花那种有没有 很贵的 你不可以支付钱给他 不可以给 你如果给的话呢 连你这家公司的名字 全部在网络上公告 你知道吗 照片 然后全部都公告 营销手机 银行 银行这些 那个所谓的金融机构 不准贷款 或是有业务往来跟黑道 日本的黑道是用公司 珠色灰色 但是不准来往 你知道吗 如果来往的话全部公告 所以我不把你的金流全部断掉了 对 除此之外呢 很到什么程度啊 帮黑道硬名片的公司一起公告 你知道吗 装监视器的一起公告 卖高级进口车的一起公告 然后最后逼得没办法 大家去过日本知道 日本的温泉旅馆 是不是不准那个 不敢置信的 全日本2600家饭店跟民宿 集体公告 我们禁止黑道前来投诉 你知道吗 逼到黑道睡屋 没有路可以走 所以全部加起来 憨不当当 加上全日本现在登记 从18万降到只剩下24100人 好 那我黑道怎么办 你知道三口煮 这些人要怎么办啊 有两个出路 什么出路 第一个出路是 他们要感谢台湾 因为他们突然间发现 台湾的珍珠奶茶卖得很好 他们需要卖珍珠奶茶 日本人喜欢喝很甜的那个饮料嘛 台湾的珍珠奶茶 他们突然间发现一本万利 为什么 因为平常做吃的 单单成本就要三成 珍珠奶茶只要一成 所以日本三口煮就在 三首县的沿线 开台湾的类似的珍珠奶茶直营店 为什么赚钱 你不要小看 为什么 但在一家店 他们平均一个月 可以赚到千两名员工 可以赚到25万台币以上 所以这些黑道一想 那我为什么不开珍珠奶茶店 我就开珍珠奶茶店 我就重量 另外一个出路是什么 各位 他们我们这边是去演电影的人 结果搞了半天 那些零演自己本身的当黑道 就被警察抓 他们不是 日本这些三口组 没有工作失业以后 经纪公司把这些人找来 你们就脱离黑道 你们就来我们经纪公司 干什么 专门演黑道的电影 因为你们自己本身叫黑道 所以来 这家经纪公司到目前为止 找到已经超过60多名的 日本三口组的黑道 金盆洗手 而且每个人打扮跟演起来 唯妙唯俏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 三口组的黑道 都听大院 2995 8666 走 我们再来今天谈到的是 蘇丹现在正在进行内战 进行内战了以后 美国就介入 不应该讲 你们两边熄火 起火72个小时 干嘛72个小时 你要打我没有办法 可是你至少要停火一段时间 让各国的侨民可以撤出 结果72小时 一到的时候 刚刚讲 美国就进去了 法国进去了 英国进去了 现在日本跟韩国 也是千里运兵 赶快把自己的侨民给撤出来 我们一直讲 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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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撤桥 真的是军事行动 真的在我们眼前发生了 没错 我们都看很多电影都说 怎么撤桥 怎么撤桥 现在美国就正式示范给你看 我怎么这样说 事实上苏丹目前内部政府军 跟这个快速打击 不会两天打了这个 死去活来这个状况 美国就说 不好意思 我站在那边非常多的这个桥民 各国都很多桥民 你要让他们撤出 于是在布林肯 就跟两方达成协议 就说这样 我们从现在开始 先停火72小时 你要给我们有时间 进去撤桥民 那就好 双方达成 然后布林肯就宣布 布林肯宣布之后 你知道各国在等什么 等美军先动 因为美军才是能够掌控一切 美军动之后 各国就跟着动 所以那美军开始进去 所以我当时就讲说 你干嘛要停火 停火有什么意义 原来停火是让赶快让各国 把桥民撤出来 对好那我们就看 美军怎么做 美军来说因为 最靠近这个地方 是吉布基的这个 美军空军基地 所以他就开始起飞 起飞的时候 他起飞的飞机非常多 他第一个抵达是什么 第一个抵达是AC130J的 这个幽灵型的这个炮艇机 这个我叫炮艇机去 对他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要先看看你 地面是不是有人攻击我 你他一次是目标 他先把他扫荡一遍 你还有没有地面部队 你的地面部队 在高空的地方 他出动了RCE135W的这个侦察机 在那边侦察所有的人 看你们这政府军 是不是如同我说的 你们停火 攻击我们 这时候是他们最脆弱的时间 所以RCE135在空中这样飞 所以想到这个AC130J在这边飞 所以都有这个戒备部队在这边 好戒备部队来了之后 好马上就这个AC130H的这个 这个特种部队的这个运输机 就来了 然后抵达这个 这个克土木附近的这个机场之后 他们就下了非常多的 这个陆战队的兵就来了 来的时候先巩固 军人先下来 对 先巩固这边基地 先巩固都确定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机器 所以军人先下来 对 军人先下来之后 好那开始 后来紧接着来的时候 AC47的这个运输直升机也来了 然后另外一个UH60的 这个黑音直升机也来了 都来了之后呢 好 现在他们就开始往 海军陆战 因为运了大量的海军陆战 对 往克土木挺进 挺进的时候 然后就抵达他们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使馆人员 然后把很多美国人员 集合起来之后 好 就直接上我们的飞机 你也可以上这个 特种部队的运输机 你也可以上这个 运输直升机 或是你可以上这个 黑音直升机 反正能够载都载 然后载完之后 他们就开始就回去了 撤走 他们载了70个外交人员 就这样离开了 那离开之后 就是美军能够做的这个动作 好 那我想说 我以前觉得撤桥就撤桥嘛 没有想到撤桥这么复杂 抱歉 撤桥很难啊 因为万一 你说停火 万一他们开我怎么办 所以美国还有太相关多了 地面部队 空中部队 还有人在那边监视你 那因为美国进去的时候 各国抓紧这个时间 法国也来了 法国马上就起动一个 这次有点让我对法国寡不相看 因为刚刚讲的 法国也跟美军一样 他也是也说 部队来了以后 控制机长 把机长clean之后 才让他的侨民上飞机 对 问题是法国 你要空中的监控 法国没办法做到 所以美军先动了之后 法国也启动一个叫射手做行动 他也是先从他们法国的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 吉布地的空军基地 起飞派遣的 速架的A400M的这个运输直升机 运输机抵达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载了大概150名的 法国的这个士兵 然后就开始进去了 他们也是飞抵到这个 赛伊德纳的这个军用机场 跟美军一样 然后就开始他们固定的时候 就开始进去这个喀土墓里面 开始把他们的使馆人员撤走 那他不只是 他这次比较特别是 他不是只有送法国使馆的人 他还送了非常多欧盟 还有非洲国家的公民都来 所以你看 就是他们栽了非常多的 这个喀土墓上面的这个 这个法国侨民 还有各地各样的人 就登机 登机之后 他们就飞到这个 飞到这个吉布地的空军基地 就这样 好 那除了法国也这样做之后 保持人 英国也来了 英国出动了SAS的这个部队 也就是说事实上在美国跟法国 抵达的时间 这个英国也看 SAS出来了 对 他们SS也去了 他是跟美军同层的 就美军的这个直升机 进入的时候 这个SS是跟美军 搭着美军的直升机 进到那个地方 对 然后进到那个地方之后 他们就开始去把他们 所有的外交人员 把他救出来 还有他们的家属 那大概约莫是几十个人 就抵达了这个 抵达他们的这个空军基地之后 然后就飞到 塞浦物室的空军基地 外交人员就被这样救出来 而且看到美日邮报的介绍 他这个SS的这个 等于说的空降 空降特勤团 他是下去 跟美军一块下去的时候 他是开吉普车 对 直接去看普通目的这个市区 直接进市区 对 把人给载出来 他们就是这样开车 开这个军用卡 这个吉普车 就这样进去把他们载出来 好 但是问题是 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英国还有人在抱怨 为什么英国 因为这一次这个法国有救平民 对不对 但是英国因为没有自己的飞机 他们只有把他们的 相关的外交人员救出来 问题是英国到那边 还有四千名的公民 现在怎么办 现在被丢包吗 结果他们现在就发出命令 就很简单 你现在在这个英国的公民 你有两个方法可以离开 第一个 你就想办法抵达他们的港口 港口 然后我们英国皇家海军 在这个地方等你 如果你能够抵达这边 OK 另外第二个方式是 你可以开车 你要不要往北往埃及开 要不要往南往伊索皮亚开 我们在伊索皮亚首都 在埃及都有相关人员接待你们 问题是 你没有这个军队保护我们 我们跑出去会有危险吧 所以那要事实上 我们知道 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所谓七十二小时快要到了 当然我们都希望说 能够把这些人顺利载走 而且事实上 我们讲 蘇丹是等于说 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 他这里有黄金 这里有石油 那个有石油 有黄金的国家 怎么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而且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苏丹已经分裂成两个 有一个北苏丹还有一个南苏丹 两个国家之前本来就已经在内战 那内战的过程里面来说 大家又介入 因为他太多资源 有黄金有石油 大家当然谁也不服谁 所以那事实上这个悲剧 恐怕还要打个好几年才会结束 好 正好 另外就是 除了苏丹以外 俄乌现代也到了最后关键时刻 我们再讲 他现在不是要有个春季大反攻吗 现在春季大反攻 我刚刚讲的 他在整个南部的赫尔松的地方 在整个蒂涅伯和这个地方 乌军已经建立摊头堡了 还有我们看到在巴赫穆特这个地方 巴赫穆特主控权 竟然已经被乌克兰掌握了 对 乌克兰其实大家都知道 蒂涅伯和就是由南到北 贯穿乌克兰一个最重要的河流 蒂涅伯和绝大部分都是乌东地区 以西是乌西地区 可是对乌克兰来说 他要做反攻 最大重要的是什么 他的大军要的押阵 他的大军要的押阵 要杜蒂涅伯和 所以乌克兰很担心杜蒂涅伯和的时候 变成俄罗斯工钱目标 对不对 可是现在竟然拍出这种间谍照 乌克兰在蒂涅伯和的东岸 建立了这个摊头堡 这个摊头堡 这个摊头堡 这个摊头堡很厉害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要在俄罗斯军队 眼皮子底下建立这个摊头堡 这个未来可以变成是 类似于运兵船的这种 临时停靠港口 现在已经建立完成了 而且在整个地链伯和 到底怎么建立的 应该就是当时有一对乌克兰的士兵 在美国三角洲训练河岸突击作战的 那一对士兵 对齁 不是有一对 特别在三角洲部队学习在探岸作战 这东西可能 就这个东西 快艇 这种快艇 可能充分就被运用在地链伯和这边 然后呢 这个快艇是俄罗斯的快艇 这俄罗斯的快艇 也被人家拍到 他把他的友军丢到河里面 然后呢 这个俄罗斯的快艇 就自己跑走了 所以地链伯和 现在目前看起来平静 可是实际上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那除此之外呢 在打仗之前的俄罗斯 乌克兰 还是不断的利用无人载具 来消耗俄罗斯的后勤 比如说第一个 俄罗斯有官媒特别的报导 在4月23日的时候 有一个乌克兰的无人机 在莫斯科东部脚外被击落 这距离莫斯科非常非常近 这是乌克兰的无人机 乌克兰无人机 进到俄罗斯的土地 在莫斯科旁边 而且在莫斯科非常非常近 说几公里而已 所以便是说乌克兰现在 也在穿透俄罗斯的帆线 另外克里米亚的塞凡堡 也遭到袭击 这是塞凡堡 塞凡堡是一个海港 非常非常遭到海港 可是你看 它出了这种不明的爆炸声响 对不对 这是爆炸声响是什么 这个在克里米亚 对 这是二军控制的地方 对 二军控制的克里米亚 塞凡堡港 那这个港口爆炸 对不对 我们给大家看下一个画面 既然是乌克兰用无人舰体的 你看这个画面中 这就是无人舰体 这个圈圈处 这是一个装满炸弹 类似于自杀炸弹舰体的无人舰体 从乌南一路过跨海到克里米亚半岛 然后就沿着塞凡堡的海港去轰炸 那不跟上次炸桥一样 对 所以说乌克兰现在除了有空中的无人舰具 水上的无人舰具也开始去使用 那目前塞凡堡是这个 有一点这种草木结冰 它开始做大规模的搜索等等 这是俄罗斯士兵在塞凡堡去搜索 然后侦查的画面 好 乌克兰其实不断在去做准备 另外非常非常多 然后乌克兰的特种部队 包含第79空降女的散兵 他们PO出画面是他们首次使用标枪飞弹 炸打俄罗斯的T90坦克 我们都知道T90坦克是俄罗斯 现在最好的坦克 这是T90坦克被轰炸的瞬间 可是你要想想看标枪飞弹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昂贵的武器 一发要20万美金要100万美金都有 结果现在全面配送到前线市民手上 之前美国不是才说又在军援了几百亿 给乌克兰吗 又到前线了 里面就包含了标枪飞弹 所以送到了前线 甚至你给大家看下个画面 就是尼古拉耶夫 俄罗斯在这边竟然有坦克踩雷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其一方面我要进攻 另外一方面要防守 尼古拉耶夫这边他们就布了非常非常多雷区 你看这俄罗斯的坦克就真的炸 那个踩到地铁后发生这么大的爆炸 甚至你可以看乌克兰军队的这个 包含标枪等等的那种追踪的导弹 即便是坦克在跑也跑不动 你看这坦克是不断在跑对不对 可是人家跑的过程中一样被锁定 被锁定后被炸到 所以你看对于乌克兰来说 他现在是非常非常多武器 然后所有火力都在准备 所以整个春季大反攻可能真的是要 即将要开始 那对于乌克兰来说 如果等他开始反攻的话 整个俄罗斯可能会不保 好 董事长 我们想到 当乌克兰进行这个乌东反攻的时候 他现在出现了一个暂时静默 暂时静默才发现 他透过四条不同的路线来进攻乌东 现在 刚刚讲到 春季大反攻不是大家都在讲吗 也看到你做了很多准备 你的坦克军团都已经做好了 就没有想到现在 也进入到了一个暂时静默的状态了 所以大家搞不清楚 到底他到底 真正的攻击的目标是什么 我上次有提过一个问题 乌南 因为乌兰 因为乌东部分 他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整个阵地 跟堡垒跟壕沟 他已经做了非常深度的这个准备 所以你要做大规模的攻击的可能性 尤其装甲车要越过这些障碍 非常困难 因为刚才讲的乌东已经打了快十年了 是 然后所以你看看这两天 刚好这个法国 这个中共法国大使 在法国大发倔齿 对 讲到一个关键的敏感的名词 叫做克里米亚未定论 克里米亚未定论 那你看看这两天 今天你看到你这边媒体报导的什么东西 对 就是看到有这个乌克兰有派出无人的这个无人飞机 无人舰艇 去攻击 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 还有这个结果被这个黑海舰队这个攻击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是很关键的战争 如果今天克里米亚能够打回来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因为表示有可能摧毁了他的黑海舰队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今天霸国这个 这个奴沙 捅到个马蜂窝嘛 因为这有可能就是下一波 下一波乌克兰就是北约联军了 准备要攻击的地方你知道吗 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会那么巧吗 你好端端的 你就在电视上讲这个东西 对 你别这样不讲 你讲克里米亚干什么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很怪 然后你看今天中共的媒体处理的方式上 也没有完全说到不对 这个克里米亚未定论这个概念上来讲的话 是一个很 在这个北约或者欧盟这一方来讲 在乌克兰来讲的话 当时在这个脱离 乌克兰脱离苏联的那一刹那的时候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签署承认 它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然后克里米亚是主权独立 是克里米亚是主权 是乌克兰主权独立国家 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一部分 这是有正式签约的 有国际核 结果你现在翻脸 过了不认账 说那个不是 那个是 治古就是俄罗斯的领土 然后他把2014把干回去了 你干回去了 你现在又在 现在这次要搞顿列斯克 他现在这边污染又来了嘛 所以搞了那么大的原因 到今天 所以我一直有怀疑说 这有一个媒体跟外交上的阴谋存在 怎么 怎么 因为这个 怎么可能中共这时候搞这个玩意干嘛 他 你就真的认为 他那个外交官是个笨蛋吗 他不是笨蛋嘛 怎么可能是笨蛋呢 他笨蛋就昨天就回家吃自己了 那他干嘛讲这些东西呢 所以我说 所为何来呢 很奇怪嘛 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看这谁的反应最激烈 克力 这立陶宛 立陶宛 那些埃莎尼亚 埃莎尼亚 埃莎尼亚 马上就抗议出来了 然后欧盟的议会 现在五十几个联署 要把他干回去 那你就 他有八十几个这个外交官要求 驱逐他 那你认为他会被驱逐 不会 当然不会啊 包括这法国马克文跟他那么好 而且他这个L1 他这个被绑问的这个电视台 是比利时的第一名电视台 他的比利时是第一名电视台 所以我刚刚跟你解释说 这个外交跟军事这等等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谁跟他讲说 乌克兰这个克力米亚 是这个自古就是俄罗斯的领土 他内部有准则啊 他怎么自己讲 不可能 中共不会自己讲的 他一个外交系统里面 有内部的密件 你这个我们的论述 这个论述 没错 那你适当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论述 像我们外交部有训令 没错 全世界根据这个论述 来follow 普通话你怎么怎么 每一个外交官都可以乱讲话 对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攻击 这个攻击 其实中共也知道 准备要打克力米亚 打乌兰这个事 他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这时候给你搞一个 这个乌兰的 克力米亚的地位 这个未定论 是当时赫洛雪夫送给 这个 乌克兰的 送给乌克兰的 把这个屁话 重新搞一遍 所以后面还有阴谋 对了 今天在彰化北斗的 莲华食品公司 居然发生大火 发生大火了以后 造成了七死失误伤 可是你现在到了现场 去看到厌宁的时候 发现逃亡路线非常重要 本来很多的工人以为说 我躲到了冷冻库 我现在在冷冻库有水 又比较低温的地方 我比较不会有事 结果他没有想到 很多都被浓烟呛死了 对 没错 22个人受伤 然后10个人欧卡 也就是说当时把他救出来 这10个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因为后来送到医院去急救了以后 包括高压养 包括急救以后 有三位恢复了相关的生命迹象 目前还在急救当中 所以造成了七死 15伤的产剧 重点来了 火警从二楼的机台 可能从二楼的机台开始 他们最主要的工作 相关的地点是在四楼 显然他的排烟 跟他相关的逃生路线等等规划 显然在一旦发生火警的时候 没有发生任何的功效 所以这些人他逃往哪里去 这些人被发现的时候 他们都逃往 不约而同 都逃往所谓的冷冻库 也就是冷藏室 冷藏库过去的冷冻库等等 而当消防人员发现 因为就藏在这里 对 现场的厂房蛮大的 再加上为了要搜寻等等 等到找到他们的时候 这四个人已经欧卡了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那他们躲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前面 不仅门没有密闭 事实上连密闭都没有用 宝洁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冷冻库它有循环 它有吸气的功用 它把液氧化碳这些吸进来了 你知道吗 吸进来了以后 如果你在里面的话 液氧化碳无色无味 大家都知道嘛 那15分钟到30分钟 你就莫名其妙里面 你就觉得好像越来 你的含氧的浓度越来越低了以后 你就会想睡觉 然后就昏迷 然后就走了 所以不能躲在冷藏库 结果他们躲在冷藏库 就好像为什么 在很多的火井里面 你不能去躲在你的浴室 你会想到浴室有水 对不对 那他们会想到冷冻库 不能躲浴室 冷冻库里面有冰 大家的想法是一致 认为说这样就可以得救错 为什么呢 那么遇到火井的时候 你第一个先想到的是 要平行找疏散地方 再垂直往下去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们在四楼 他们如果今天在二楼一楼的话 那好说 讲白了 就算把窗户弄掉 勉强跳都还可能 只是受伤而已嘛 他们在四楼 所以呢 他们在现场那种混乱的情况之下 而且根据这个生还者说 那个烟来得非常的快 也就是你不要忘记 烟 你不要想到火井的时候 要往上跑 为什么 因为烟比人的速度快太多了 不得往上跑 尤其是烟冲效应的时候 那个冲上来那个烟对不对 你用了一下 我曾经跑过这个台北市的这个 保晴露云 那个西门町有一个这个火井啊 燒了十几个小时啊 我刚在那边跑农烟 那个农烟可怕到什么程度 腰椅上全部是黑的 整个西门町都是黑的 结果呢 我不小心把 把头它会抬进来 在那个黑烟里面 轰了一下子这样而已 我的脸全部是黑的 然后我在忍觉突然间觉得恶心 然后响吐 再加上有点昏昏沉沉的那种感觉 你跑过很多这样的一个现场 你说逃亡路线最重要 很多就是逃亡路线不对 很多人就亡死了 对 事实上很多人再讲一遍 不要以为说你逃到那个浴室 为什么各位没有注意到 浴室的门都是最便宜的 都是那种塑胶门啊 还是那种木板门最便宜的 浴室的天花板也是 它不耐高温的 这些产道是 台湾现在你知道吗 被美国纳到这个所谓的军工生产的一环 你被纳到军工生产的一会儿 你的军工股大概就会大涨 果然现在台湾的军工股是有很好的表现 但不是只有台湾 我们讲日本的军工股也涨 现在是全世界的军工股都涨 而且你现在看到 现在全世界的军工股都在拍影片 都在招人 我们要讲的 现在美国的戏股 美国的科技业大量的裁员 可是军工股拼命的要招人 对真的 大家过去找工作 要嘛台积电 要嘛联电 现在电机器有新出路 你可以去军火商公司 过去不招人了 现在都在招人 现在军工股真的大招募吗 对都在招募 都是几千上万人在招募 我等一下再谈 一个一个跟大家细谈 可是大家要先问 为什么他们要开始招人 对不对 原因是这块蛋糕太大太大 世界各国都在增加军费预算 太大了 对明年 丙突然变很大 对大家听清楚 明年世界的国防预算 有2.24兆美金 所以大概六七十兆台币的蛋糕 大家要去抢 而且你仔细看 各个国家增加幅度是不一 以全世界平均而言是增加3.7% 没有错 可是你看这个增加百分之五十八的蛋糕 是东欧国家 东欧国家被二支武器 所以你看 东欧国家本来很多的二支武器 现在这些腾龙换掉 我要把二支武器给淘汰掉 换美支武器 那是所有国家的军火库 全部要填满 全部都要花钱 所以你看东欧国家增加百分之五十八的量 西欧也吓到你不可以再偏安了 增加百分之三点六 南亚 南海现在这么紧张 南亚菲律宾那些不用增加预算 也增加了四趴 东亚 亚洲 东亚在哪里 就台湾跟日本 也增加了三点五趴 唯一减少只有中亚 中亚五国有点老大跟俄罗斯打仗 所以中亚五国很惨 减了百分之二十九 所以现在全世界基本上 如果你把亲俄政权拉掉之后 全世界的涨幅是不止 那现在大家看主要这块蛋糕是什么 欧洲国家国防预算 创三十年的新高 对 全部都太高 而且大家可预期嘛 因为大家讲二零二七年可能会打仗嘛 所以从今年开始 每一年都会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蛋糕太大了 那这个蛋糕主要的预算是谁在吃 有媒体特别把这个预算 每个国家的 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包括中国等 军事预算做成方块图 你看如果这一整块 全世界军事预算 美国占了将近二分之一 美国这么大 一个国家的军事预算 就是二分之一强 他把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 都没有美国 这是美国 这是中国 这是俄罗斯 这是印度 接下来跟他讲 是沙烏地阿拉伯 这是英国 日本 乌克兰 意大利 台湾排哪里 台湾排很后面 他一路排到第十三名 加起来都没有美国一个大 然后台湾右边就是 就是其他国家 所以你是把其他国家加进去 才能跟美国比 所以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军事霸足 他的预算太多太多太多了 好 那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整个军工产业 其实大量在增裁 比如说我先跟大家讲 德国的莱茵金属 德国莱茵金属 特别拍出宣传片 很奇怪 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看过 军工产业有招募宣传等等 可是现在各家公司 都在拍类似的东西 我以前都觉得军工产业 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这种神秘的地方 你怎么会拍宣传片呢 对呀 很奇怪 以前都很神秘 我上104也从来没有看过这个 而且我听电机应该是相关的 就你看这是德国莱茵金属 为什么 德国莱茵金属说 我光是今年就要招募 好几千名的新晋员工啊 而且你知道 跟电机系为什么有关系 跟资讯系为什么有关系 他说里面要有什么 会虚拟实际的专家 虚拟实际 就是战车坦克以后 AR的那种触控 全部都要改朝换代嘛 所以现在不是电动车元年 搞不好电动坦克元年 这非常非常厉害 背移 英国的背移系统 对不对 他要招多少人 他要招2600人 甚至MBDA 他叫欧洲导弹集团 他竟然拍类似像是这种 所谓跟Google一样 这种招募的短片 为什么 因为他要募也是超过2000人 MBDA是欧洲导弹集团 世界第二大的导弹制造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他第一名是雷神公司 而且你看他还告诉你说 什么有良好的工作环境 良好的升迁 福利啊 什么一大堆的 我们要保护那些保护我们的人 所以这件事很奇怪 就是以前我们对于这种 聚工产业 怎么会想到有人在招募呢 而且都很神秘 感觉都是特殊管道才有的 对 不好意思现在大量在争彩 更夸张是法国的达利斯集团 法国达利斯集团 是航太跟国防系统的 今天我的导播带回来看 他竟然都不只招人 他招多少 招一万两千名员工 一口气一万两千人 大概有机会 法国5500个人 英国1050个人 澳洲600 印度550 然后美国有540位 他等于一次在全球可能会发生冲突的国家 全部都布局 那这也很夸张 那再来看 我们刚刚看一开始 导播帮我们播那种造船的 这是美国造船业 叫做英格尔斯工业 我要知道美国过去 他其实造船造得慢慢吞吞的 他没什么压力 他的维修也不好 他造船也很慢 可是因为中国现在下饺子 对不对 中国下饺子现在军舰数量正式超过美国 所以美国国会要求他的整个造船业要全部复兴 这是美国造船 对 而且你才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他们军事专家分析 你的造船业你平常没有的话 打仗你没得修 你没有足够的船污的能量去修这些船 因为在二战的时候不是发生珍珠港事变吗 他不是很多船被炸成吗 不到两年 船全部造好了 当年美国很强 可是现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 他的造船业是萎缩萎再萎缩 而且全部外包 所以现在美国算不行 要自己重新来去做造船 所以你看到大量造船工人也开始 然后包含洛克希特马丁要再征裁200人 所以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全世界都动起来 那更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是其实我们世界过了很长一段的太平日子 二战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型的战争 所以包含美国你看1990年代 我特别画街日报大家整合出来 1990年代美军的战术导弹工艺上有13个 战机工艺上有8个 卫星工艺上有8个 军舰制造船有8个 现在全部萎缩 到2020年你看战术导弹工艺上剩3个 13个变3个 对战机工艺上8个变3个 卫星工艺上8个变4个 军舰制造船8个变2 都倒光了啦 当年那些军事大国 因为太和平了嘛 你打中东那种小鬼 其实没有什么压力嘛 所以现在当然了 那是建筑在台湾的危险之上 可是世界真的有这种军活产业复兴的样貌 甚至是包含什么 军人很多退休美食感 现在全部招募回来 光台湾要增加200位美军教官驻台 就我了解其实里面有非常多人说 是已经退役被召回来的 这个退役被召回来 就是对他们来说 其实这东西才是最好的教官嘛 而且现在驻日美国陆军司令讲 他说这些人干嘛 是我卖你那么多武器 这些干嘛 你怎么使用 你怎么布阵 你怎么样的维修 他要全套交给台湾 而且F1 A2坦克 赤针飞弹 标枪飞弹等等的 全部都要交给台湾嘛 那这些人原本也都是 可能没工作了 我已经退休了 可是现在全部在召回来嘛 所以现在真的迎来了 全球军工产业的大复兴 所以董事长 刚刚讲到的 现在这么多的武器开始在生产 以前从来不公开招募的军工产业 都大量招募人了 他现在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从俄乌战争 来做一个分水嶺来看的话 之前的十七年的过程当中 就是德国的总理梅克尔 他相信二战之后 不再可能有发生战争了 没有大规模战争了 不会有战争的可能性了 所以要怎么搞你知道吗 他把整个国家的军备 包括他的军队的训练一切 统统荒废掉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这个德国是全世界的第一大国 这个先进的国家 欧洲最重要的安全的维系者 他认为我不需要靠军事了 南卫有个调查是 所有的欧洲军队 他训练BMI值最高是德军 而且德国人下班就下班了 他不相信会有打仗的可能性了嘛 这第一个 然后呢 而且他们跟俄罗斯的关系 非常良好 良好在这种情况之下 尤其俄罗斯因为跟德国的关系 良好之余 让德国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腾飞 因为他取得非常低廉的这个天然气 跟石油等等 他打仗干什么呢 当然不打仗啊 实际上第一次他打克里米亚的时候 他就知道嘴巴讲讲算了 根本懒得跟你管这个事情 他不想打仗 好了 不想打仗 你要想想看 他这十几年的武器的缺拔 会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他就这次一打 哇 糟糕了 他完全不够 他整个我讲的整个鲍二坦克 全世界的生产量 在欧洲大概在四千台 还是五千台左右 那美国M1 美国M1大概一万多台 所以他现在把全部欧洲的鲍二坦克 全部放到乌克兰去用 这都可能还不够 所以目前只给了大概三四百架 好 那我要跟你讲一个更可怕的事情 他在这一次给鲍二坦克之前 那我请问你 乌克兰跟波兰这些包括捷克 这些国家 他们是给乌克兰什么样的装甲车 T72 对 T72 T80 包括一部分的T90 我告诉你 打光光了 现在没有了 乌克兰还有 包括波兰这些所谓的中东欧国家 这武器没了 完全没有舒适武器 怎么办 我跟你讲 买到韩国去了 买到韩国了嘛 因为你这些所有的欧洲西欧国家 对 来不及啊 军火悟空啊 没有办法 他生产量来不及 因为平常 并没有在真正世界大战嘛 他的军事生产 还是根据原来的军事规模去生产 没有要增产的必要 现在像莱茵金属公司 三班制啊 这些炮弹不够嘛 都三班制在干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是全世界现在最夯的一个产业 而且这个东西啊 One price 这个 Gate小伙也巧 没得溢价的 价钱我决定的 所以这整个形势已经变了 变成这个 而且他现在这个追加预算 你要知道 他现在德国要增加是多少 他是一千亿的欧元基金以外 再增加本身的这个GDP百分之二 要赶上这个预算 他要有个一千亿基金先巩固在那边 他发觉这个缺口非常大 所以你要知道 这未来的二十年 大家都在买军火 这才是一个荒谬至极的事情 好 所以事总 也就是你讲 台湾有值得注意是军工股 果然军工股的表现值得期待 但是你说不是台湾 全世界的军工股都很可怕 当然我们讲 事实上之前曾经说过 这个巴菲特投资日本的五大商社 五大商社 其实跟军工股都有关系 所以军工股全部都是大张 另外一个我们讲美国 美国包括说 如果你去注意美国 美国最近股市其实表现得并不好 但是你注意到 包括说像洛克希德马丁 像Honeywell 还有通用电器的这个 所谓作战的这个电站部门 还有诺斯洛普雷神五大军火公司 全部股价 要嘛就是在历史新高 要嘛就是在创新高的这个过程 目前全部都是这样 另外包括说 刚才董事长讲到的蓝银金属 蓝银金属 蓝银金属有讲 他说他最近股价也是创了历史新高 这是他的 两年以来的这个线 你给他创了这个新高 好 那他说什么 他说因为我们最近订单太多 包括说像鲍尔坦克 还有包括M1A2跟M1A1 跟M1A2的主炮 也是他生产的 还有众多的这个 刚才总之上讲到三班制 现在所有的军工都是三班制在做 真的没有错是这样 像这个英国的这个被衣系统 对 他是做航太的 他目前为止也是订单满载的一个状况 甚至连这个瑞典的SUB 瑞典的SUB也是生产一些瑞典的这个军事武器 目前为止也是全部爆满的一个状况 那台湾当然不用讲 台湾包括说像保一 千副 是今天在台股中间还亮灯掌停板 今天大跌200多点 千大跌200多 他还掌停板 为什么掌停板 因为千副金蜜 我们讲过 他那个金蜜是做的爱国者飞弹的 导弹的这个控制箱 目前为止来说 订单也是满载的一个状况 你有办法保一 保一是做一些军工航太相关的一些材料 目前为止全部都是像隆德造船这家公司 他去年就征了好几百个人 现在也要陆陆继续征人 所以其实大家都说台湾真的有军工股 但是如果你看 这绝对不是台湾本身的问题 因为根据美国的军事将领的说法是说 因为这次俄乌战争到目前为止 光是在战场上面打掉的武器 就至少一千亿美金以上 那你这个都要补 补不起来 这个缺口到目前为止完全补不起来 一千亿美金 一千亿美金以上 而且美国说得非常清楚 密尼的说得非常清楚 要应对随时可能会出现弹药武器短缺的状况 所以现在真的 各国都是毛起来生产军事弹药的相关设备 如果你问我说 对全世界哪一个国家你最畏惧真不敢去 有一个国家海地 海地 我们在讲现在苏丹很乱对吧 现在乌克战战争也很乱对吧 我觉得都没有海地来的可怕 是海地现在居民 尤其是太子港这个居民 已经是人无可忍无虚在人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什么 就是他们居民已经受购了这些黑帮 过去这几个月以来清门大雾烧杀掳掠 他们跑到前面去光是拿石头 由上往下砸死那些入侵的黑帮 那你想说怎么可能真的讲 居民起来反抗了 已经起来反抗了 而且这居民很多 你知道有没有 后面还有黑背包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们已经受购了过去 几个月以来 这些黑帮不断地在那边抢他们东西 而且杀他们的人 所以他们现在就说 只要警察过来 我们绝对就是拿砖头 拿什么我们都要协助警察 你看警察在旁边 那有人在家里偷拍摄 然后里面有一些人 他穿着蝙蝠 站在警察旁边 这些就是居住在社区里面 当地居民 他说我们已经受购了 我们手上有开三刀 我们手上有砖头 有一个拿刀走过去 他说我们手上还有对方 那个歹徒黑道的武器 意思是说我把你打破了 把你打死了 你手上的武器 就变成是我们防御自己的武器 所以这些画面就是 那个歹徒入侵他们家之后 他们就打起来 然后就有房子就烧起来 烧起来之后 有歹徒就被抓了 原本是被警察抓 然后他们警察有十几个人 就在里面 结果你知道吗 这些居民气愤到 当下拦下警车 把这些十几名的 被逮捕的那一个黑道的人 拖下车 杀了他们 而且就地政法 把他放火烧了 所以你知道这个画面 就开始不断这个 弄出来 公然动用私刑 对 公然动用私刑 因为他们用这种方式 来警告那些黑道 过去这几个月以来 你们已经坐得太过火了 对 我们当地人 我们本来是善良百姓 但是我们为了保家卫国 我们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 这个私财产 我们也是这个刺手 也会跟你捍卫到底 对 所以他们用这个画面 为什么要当街烧尸体 就是给那个黑八一个讯息 你一敢拿枪进来 我就让你横着躺着走出去 你没有办法出去 这真的是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了 真的 所以现在 包括联合国的秘书长都说 现在那个海滴的状况 已经濒临到一个内战 这个内战是由当地的黑帮跟警察 以及居民三方的一个就是乱战